Hello 大家好 我是Vita 欢迎大家参加泰国塔罗牌师培训科程 首先我们认识大牌和小牌的分别 塔罗牌内有22张大牌和56张小牌 22张大牌每张牌都有不同的故事 56张小牌有10张数字牌和4张人物牌 我会逐个说清楚 大牌内有0-21由开始到完整终结 小牌也是1-10代表开始到终结 然后还有4张人物牌 这个加上就是刚刚好78张塔罗牌 大牌和小牌有什么的分别 首先就是时间性的问题 小牌是一个比较短的时间 大牌就不同了 它会比较长的时间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大牌本身的故事性比较强 第二就是能量 大牌是一个很强的能量 小牌相对就会弱点 意识方面 小牌就会比较实际 风火水土 人最需要的元素 大牌就会反映到一些真正的生活 还有在翻译里面 其实大牌可以更加深入地翻译到一些概念 以及透过一些影像会更加清楚 还有我们会知道 一些很复杂的情境 都可以用大牌去解释 小牌就可能就没有了最后两样 但是我们会怎么用呢 所以很多塔罗牌丝 有些他们就是用大牌22张 就已经用来占卜了 因为觉得这样更加清楚 更加容易讲 或者我见到有些塔罗牌丝 可能 他会抽起了人物牌 只有22张 再加40张 加上就是62张牌 我都见过的 所以 因为小牌 就会是比较简单 直接 和会比较现实 所以 就会 容易去 讲的 我自己觉得 但是这些都是靠自己 塔罗牌丝 你可能用那副牌 你觉得 舒不舒服 或者你觉得 应该用多少个才是work 都是要自己去决定的 现在就讲一个简单的背景 其实鱼人本身是一个王子来的 我